10号凌晨花莲市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46岁 陈姓男子他独自骑着机车 沿着国新一间准备要转入国联五路时 不晓得为什么他失控撞上路边的电杆 猛烈撞击 让整台机车把男子给压得动弹不特 锦销到场之后利用破坏器材才顺利把人给救出来 不过送医之后还是宣告不知 机车骑士沿着花莲市国新一街由北往南方向行驶 到了国联五路口要左转时 不明原因直直撞上路旁电线杆 猛烈撞击造成46岁陈姓男子当场失去意识导卧在地 我们消防车到现场的时候 救护的同仁正在凝固患者 现在患者意识不清楚 只能发出声音声 投逼有蛮多处的世界上冒险的情形 给予固定后由于患者有被车辆压困 有使用能力以及器材制造出空间 协助患者脱困后 固定患者避免二次伤害将他运送到直击医院就医 该名头部及面部挫伤 不明指数偏低 经医院抽血检测 无酒精浓度反应 且有合格驾驶执照 经警方调阅相关路口监视器 初步了解造势原因 疑似为车速过坏 导致转弯时失控造成 这起事故发生在10号清晨4点多左右 警消在货报之后立即赶往现场 利用破坏器材顺利把人救出 但是在送医抢救之后依然是宣告不治 目前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 警方已呼吁民众在行进入口时 只要减速慢行才可以确保自身的洗穿安全 借许立琴华联士报导